持续关注的医疗量能的问题 中央启动的北患南宋 但双北医院的收治能量依旧是吃紧的 重症病患的家属已经说了 其实医生不是不救 而是没有床可以救 而从5月19号全国升为三级警戒之后 其实才短短一周时间 医疗量能现在就破功 之前防疫模范生的名声 在国际上是彻底扫地了 而专家也直言 其实早在医院七成满的时候 就应该要启动北病南宋 等到都爆满了才启动 已经来不及 双北确诊病患持续增加 拼了命往医院李宋 但是双北各大医院床位已经拉警报 专家直言现在才启动北患南宋 已经太晚了 在我们病房满之前 在病房占满七成的左右 事实上就应该开始启动 北病南宋的问题 不能等医院塞满了才来启动 除了北患南宋之外 指挥中心日前还放宽一人一室的限制 统计到27号晚间 北市收治新冠病患总共有1034床 31号可以增加到1300床 新北市专责病床清出了892床 一般家户病房清出了67床 但是有一位新北重症病患的家属表示 父亲确诊重症却苦等不到病房 想转院还得等中央统一安排 等不到病床很多重症患者 等着等着就死了 19号全国升三级 才一个礼拜病房就大破功 台湾的防疫在国际上闹了大笑话 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北市如果每天确诊100例 每个患者住院13天 北市应该还可以撑得过去 中央的决策总是慢半拍 地方政府硬着头皮收烂摊子 防疫这场仗还没有打完 但是中央已经让人失去了信心 记者林郑坚王一仲台北报道